早餐來顆蛋增加飽足感 蛋連鎖墊一顆蛋要加15元 來到無人自助泡麵店 想讓泡麵升級 加蛋也要15元 不過近期蛋漿明明大跌 餐廳加蛋價卻居高不下 一顆還是10到20元 成本在那個位置嘛 那你雞蛋又下跌了 可是當然沒有往下修 好像不好啦 應該是不大合理 以前一顆平常差不多是六七塊 現在物價漲了 但是應該是七八塊 應該算合理 蛋價值值落全是因為近期雞蛋 每日產量過剩五千箱 大約過剩一百萬顆 臺北市蛋商工會宣布 調價蛋漿降價三元 產地價從美金二四點五元 降至二十一點五元 批發價從美金三四元降到三十一元 創下最近四年來最低價格 而外面都在降餐廳業者卻沒調整 不只餐廳超商卡列蛋售價 出了7-11維持十元 其他三家都是十三元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由超商高層私下透露 電費調漲後 單店每年支出增加至少一億元 成本多百分之十四以上 加上基本工資調幅推升勞動成本 食鹽茶葉蛋要降價恐怕很難 但有部分業者靠做活動 讓民眾感受小確幸 只是批發蛋價大碟 餐廳吃 但卻沒變 讓小資族荷包繼續縮水 三星期有黃正傑林 去台北超佛島 不過是